好,大家好,歡迎收看eToys 這麼快就來到第二隻做開箱的玩具 這次也是Marvel Legends的玩具 這隻就是Black Boat Inhumans的皇帝 我可以看到這隻Black Boat有兩個頭 看來不錯 好,先看看這個盒子 這裡是Black Boat的Logo 也是頭上的電波 我忘了這個叫什麼 它頭上的Logo 不是Logo,即是它的武器 就是發聲,它可以用這個來做攻擊的 然後這裡又是Okoi 我也在研究這個名字,讀得是否對 希望看完黑炮的電影之後就知道怎樣讀 然後旁邊 這裡也是Voxer,就是它在發聲的 因為Black Boat是用它的聲音來作為武器 就是作為攻擊的手段 然後後面的官圖 同樣也是幾次受脈 看來 好像這隻顏色好像有點不同 這個可能因為打燈的關係 這隻顏色是比較淺一點 比較鮮一點 然後這裡就有了 又是它的簡介 我們可以看到 對,就是Super Charge Powers 還有這個Quizic Sonic Scream 就是這樣 就是它那個發聲的攻擊 好 然後這裡也是BAF 那樣東西 就說哪一隻跟哪一隻 那... 我又只是散賣了Black Boat 我就沒有要到BAF 因為暫時對這隻BAF不大興趣 我上次忘記說 我發現這裡一半 我有提到 一半就是黑炮電影造型的角色 另一半就是漫畫的角色 但其實這三隻 由Black Boat、Nemar和Iron Man 都是Marvel裡面 Illumity裡面的會員 就是這個光明會 在Marvel裡面 有一個組織 也叫光明會 秘密組織 他們的成員 其實還有神奇先生 Mr.Fantastic 還有這個Professor X 神奇先生很快就會出 單獨自己出一隻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會收到一隻Professor X 我希望可以齊到這個光明會的所有角色 好 事不宜遲 我們來看看這隻Black Boat 好 我們來現在正式開箱了 這隻Black Boat 剛剛把握了一陣子 我就覺得是不錯的 可動應有盡有 上色也是OK的 我們首先來看看它的配件 它是跟著兩個頭的有 一個就是它的正常樣 普通樣樣 這樣就OK的 各樣東西都不錯 上色就不錯 那就是唯獨是 這裡有少少好少的問題 好像插到 有少少玉色走出來 但是問題不大 不是太過的 這樣看反而更多 大家看不太清楚 這邊也不是 這樣 直望反而就明顯一點 側望就不太明顯 然後這一塊 剛才我忘了它叫什麼 音叉 應該 這個音叉 就好像這裡有少少咬了 雖然都是斜斜 應該是直直的 如果沒有記錯 但是這一邊好像有少少斜了 斜了向右一點 對 但是沒有什麼問題 整體不錯 然後另外一個頭 噢 跌了 另外一個頭 就是這個 就是Black Boat 尖叫 喵的時候的樣子 非常之好 我愛這個頭 我相信我DISPLAY都會放這個頭出來 你看到它在用能力的時候 它的眼睛會變白 還有它的音叉也會有些藍色的 相當之不錯 它最厲害的武器 或者它的招技 它的技能就是CREATE SONIC SCREAM 這個是非常厲害 因為通常一喵到 甚至它抹到口 這麼大 相信應該整個星球 可以被它炸爛的 所謂 那我們來看看 這隻Black Boat 的關節 頭 向上 是這麼多 向下 是這樣的 之後 手 也是一般的關節 這隻 我不是太記得 這個是用了哪一個素體 我相信 這隻應該是類似 可能DARE DEVIL 之前DARE DEVIL 的素體 我不看肯定是否 我估計而已 接著它的手 可以向上 向得這麼多 這隻可動比同一Wave 是不是好一點 這隻 也是相關節 這隻手 是可以動的 沒有問題 那 我有一點問題 就是這裡 其實這個位置 應該是可以轉 再轉到 這個手袖的位置 這裡可以轉 它擺放的動作 亦都可以有更多 亦都更自然 那隻腳 可以踢到 亦都是正常的 向後 亦都不是太踢到 接著 360度 那 膝頭 相關節 亦都是 這裡可以轉的 這個位置 沒錯 如果手袖做到 可以這樣轉 那就好很多 通常一般 進去的位置 你也可以轉 其他Marvel Legends 那 跟著 就這隻腳 是 那 我剛剛扭 發覺它是沒有貼地關節 是不是 有 有的 我就是奇怪 沒理由沒有 剛剛有十隻扭到的 是 那就 忘記說回這個胸口 胸口就是 夠鬱到這麼多 那 向後 就 對 向後 就不是太行的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對了 沒錯 因為這裡頂住 看來又好像不是 Deader Devil 那個素材 我看來好像有點不同 我看來可以向後咬 多點 那 就 說回它各樣 上色和圖裝 是不錯的 這裡就是它的翼 是 銀色上得很好 是沒有任何其他顏色 是染到上去 新銀色也是不錯 它其實 現在拍的好像有點像黑色 其實它是有點藍的樣子 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電話拍 對了 OK 是非常之滿意的 好 那這部分就到這裡了 好 然後來到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身高的比較 那這隻Black Bolt 若不算是六吋 如果不算它的特效 那就跟著特效 就七吋半左右 那我們來看看 跟同一Wave的Iron Man 比較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 Iron Man是比較高的 跟著 我們來看看一般Black Bolt 常常會遇到的角色 那就是 Starlord 這個是電影版的Starlord 剛才我剛才想著 我們什麼時候會看到電影有Black Bolt呢 然後我才想起 對 原來有Inhumans的電視劇集 但是呢 就好像評價 就一般般 我也沒看過 因為最初Black Bolt應該是電影形式出的 但是最後呢 Marvel就轉了變成劇集 我聽說評價不是太好 好 那我就看到 也是挺配合的 Black Bolt是一般正常身高的 就因為這樣 然後我們再來看 這一隻是SDCC的Gladiator 龍的Gladiator 這隻Gladiator 就是Exclusive 南的Gladiator 也是有跟Black Bolt 這一架 這個Gladiator的Gladiator 是跟著有Black Bolt Medusa 即是Black Bolt的老婆 還有一隻Starlord 然後還有一隻Blaster 這隻Black Bow已經重出了 因為一般黑之波都說他們的 Exclusive 會重出 他們當遇到一些限定的東西 之後會重出這些Waves 重出 這隻Gladiator 傳聞 好像接下來的X-Men Set 會重出一個不會那麼亮 暗色的Gladiator 版本 很可惜我是沒有那隻SDCC的Black Bow 因為我覺得那隻SDCC的Black Bow 普普通通 而且這個令我最想買的原因是 因為它有這個尖叫頭 這是一個Black Bow 象徵性的表情 有這個表情亦多了很多的把援性 可以Display 的動作 又多了很多 還有我記得我再舊一點 還有一隻Black Bow 但這隻Black Bow 太瘦了 所以如果你想找這隻Black Bow 這隻是絕對適合 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還有如果沒有記錯SDCC的Black Bow 這個頭 這個正常頭好像音叉是比較小的 這個我認為是做回大 所以比較合乎比例 可以多一點 好 整體來說 這隻Black Bow 是令人非常滿意的 如果你看到它 我覺得你也不用考慮了 買了它就沒有錯了 如果你想擁有一個Black Bow 還有我發覺這次的Wave 雖然好像 因為我聽坊間說 一般其他角色 除了三位馬的角色 其他電影的角色 好像都不太賣得 可能因為大家不太熟悉 其餘的角色 另外除了Black Bow之外 還有Nemar海王子 海王子也不是太多人認識 但是它就用了一個最原始的 Classic的造型 我認為那個造型是相當不錯 但其實我有另外一個 Nemar的造型 它之前有一個XSUSA 我買了一個造型 雖然我沒有買到Nemar 但是那時候 即是新的Nemar 但是我聽別人說 是出得不錯的 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那你們都可以買 即是回去玩一下 我認為那隻很適合 跟其他的角色 放在一起 譬如Defenders 好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此為止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like share 甚至subscribe我的頻道 拜拜